台灣每年大約會有12萬人罹患癌症 如果進行次世代基因定序的話 就可以提高標靶藥物的療效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支付這樣的費用 健保署署長石聰良在29號就證實 將要把次世代基因定序納入健保給付 對大部分的癌症患者可以說是一大福音 因為次世代基因定序真的要價不菲 畢竟一次可以執行多個基因檢測 加速確定病人的治療方向 光是基本款就可以解碼50到60個基因左右 最多一次可以檢驗324個基因 但一次可能就要10萬到12萬元不等 也就是說像是肺癌乳癌等等 引發疾病的基因相較於其他癌種都還要多 相對已經研發出的藥物也多 就會是優先考慮納入給付的癌種 而以目前台灣核准的標靶藥物有15種對應8種的癌症種類 因為有一些的基因位點很少 那他只要用單一位點的檢測 我們還會去考慮這個成本效益 只是哪些癌種會納入健保以及給付金額多少 目前都還沒有詳細的方針 台灣癌症基金會執行長賴基民就表示 專家小組還需要規劃好避免過度定序而引起的恐慌 問題應該是比如說肺癌我們需要做到300多個基因嗎 所以以後會有專家去針對不同的病理報告 醫界一定是會面臨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得要有更精準的規劃 畢竟要減輕病人負擔的同時 也得讓健保經費可以花在刀口上 TVBS 中英倫中文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